父上人,尊敬的诸位法师,尊敬的诸位大德同修, 大家好,阿弥陀佛。 惭愧学生开训,今天向大家恭敬汇报的内容如下。 近段时间,听经学习感触最深的是听师父上人在讲经中介绍到自己学佛的经历, 给学生很大的启示,端正自己学习的心态,明确我们的人生方向。 一,真正好学求道的心,感得善知识。 每每听到师父上人讲到当年求学的经历, 都是当作在提醒我,端正我学习的心态,心里满是惭愧与感佩。 师父上人讲到从小遭受的种种苦难, 因此而失学, 想学没得学, 那种求学的心不灭。 于是,毛岁自建写了一封信,一篇文章给方老师。 因为那份真诚、恭敬、求学的心,感动方老师,真的想学。 老师绝对不会放弃,一个人也教,而且不收一分钱学费。 师资道合,感动并激励着学生的心,内心无比惭愧。 遇到好老师不容易,好学生更难得。 期许自己认真努力,一定要懂得在尊师重道。 2. 师父上人跟随张家大师学习给学生的启示。 方老师把佛法介绍给师父上人。 张家大师帮助师父上人奠定学佛的基础。 听师父上人讲到跟张家大师学习时的经历,有两点收获。 第一,是教导学生要放下浮躁,要以真诚心、清净心、恭敬心来接受善知识教诲,才能得真实利益。 第二点,对学生感触最深,帮助自己明确人生方向,帮助自己怎样修学。 张家大师跟师父上人讲道,说,你学佛了,首先要认识释迦牟尼佛。 如果对释迦牟尼佛不认识,或是认识不够,你会走弯路,你会遇到许多困难。 所以,你首先要认识释迦牟尼佛。 教师父上人去读释迦方志、释迦谱。 读完之后,才真正搞明白了,原来释迦牟尼佛是个教育家。 他十九岁离开家庭,放弃王位的继承权,放弃宫廷里面荣华富贵的生活。 日中一时,树下一宿,天天托拨起食,去做苦行僧。 印度,印度当时所有的宗教、学术,他都学过了,学了十二年。 但是,不能帮他解决问题。 三十岁那一年,放下了,到碧波罗树下去入定,这才大彻大悟明星见性。 十九岁离开家庭,是放下烦恼账。 学满十二年,放下了,是放下所知账。 二丈放下了,财大彻大悟明星见性。 开悟之后,就开始讲经教学,讲了一辈子,一天没有中断过。 佛陀的一生,为我们表演怎样成佛,为我们做出最好的榜样。 这一生,这一生,得人身,闻佛法,现在又出家了。 就应该学习释迦牟尼佛,走释迦牟尼佛的路。 学佛就是要做一个觉悟的人,明白的人,明白宇宙人生的真相,才能得到真实的利益,才能得到人生最高的享受,才能利益众生。 看佛为我们表演的,放下世间的一切享受,放下欲望,没有一丝毫的牵挂,忧虑,随遇而安,随处教化。 一生奉献给众生,多么自在快乐。 师父上人经常教导学生,要老实听话真干。 要我们学习海贤老和尚,老和尚真干,也是干了一辈子。 往生那一天,白天还在地里干了一天的活,都没有休息。 晚上往生了,为我们表演的灵力尽致。 所以,我也要向老和尚学习,不能怕苦,不能怕累,要好好改自己的过失,提升心境。 学习不随外境干扰,抓住一句佛号,信愿念佛,求生净土。 以上是惭愧学生开勋,粗浅的学习报告。 错误之处,请求尊敬的师父上人,诸位法师,诸位大德同修,慈悲批评指正。 学生乐意接受,致诚顶礼感恩,阿弥陀佛。 功诸尊敬的师父上人,法体安康,六十吉祥,久住世间,光寿无量。 惭愧学生开勋,顶礼尽成。 开勋的实习报告。 讲得很好。 但是要做到。 你就会有成就。 一般没有成就的。 懂。 为什么? 现在的社会环境。 大家都知道。 是过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这么样的混乱。 这种混乱是容易的。 已经成了这种现象,我们想回避,也无法回避。 唯一的方法。 唯一的方法,守住自己。 啊,这要有狠心,有毅力。 不被外面的感染,我们才能够离足。 这个,这真正哈罗斯,好的同餐导游,才能帮上忙。 啊,这些都是缘分。 缘分可不可能遇到呢? 答案是肯定的。 只要你有真正感动佛菩萨。 佛菩萨来为你实现。 啊,为你实现的时候,你不知道。 到你心地清净了,你就恍然到了。 啊,误到什么? 原来,这世界是个大舞台啊。 啊,那在那里表演的人,男女老少,过往过瘾,全是菩萨,在做戏。 这个时候,你受勇可大了。 啊,无论出家在家,学佛都能拯救。 在家出家是缘分。 啊,当然。 现在佛法走向存我极倦的观众。 我们真正明白了,应该怎么办? 像张家大师讲的,出家。 啊,那么你已经出家了。 很难得。 出家什么? 我们要跟着释迦牟尼佛。 走佛的路。 啊,造佛的业。 啊,佛一生走的路。 佛所造的业。 也就是,业就是事,事业嘛。 啊,那释迦牟尼佛一生干的什么事业? 教训。 除了教训,还是教训。 没做其他的事业,就是做教训。 那么要释迦牟尼佛。 那么要释迦牟尼佛,那你就得发心出了教训。 啊,教训。 怎么样才学成功? 成。 印章说得好啊,一分成心,得一分礼,你有一分成就。 十分成心,你就有十分成就。 啊,要听佛的话,佛的话在经典里头。 啊,一定要悬一步进。 终身受止。 坚固。 守定了。 叶门深处,尝试寻修。 啊,经典太多了。 我们没有好的老师指导,没有好的修学环境。 啊,叶门容易成就,学多了,那呢。 啊,刘瘦云居士一步无量手机。 护晓邻居士一步无大臣其心的。 都是神。 啊,圣年。 晨其心了。 啊,他今天讲大臣其心了,他能讲头。 别人没这功夫。 他真一下了神经功夫。 这种奇心论上有无处。 啊,真落实到 生活。 落实到工作。 落实到厨师带人结婚。 真法。 真法。 那不是假的。 所以,一步进。 一句话好,放下万语。 啊,念自在自,就行。 啊,这样才真正报父母恩。 报老孙恩。 啊,报佛恩,报众生恩。 啊,现在的佛教,走这个路的人不多。 走这个路的人,必定的三宝家去。 啊,即使有困难,会突破的。 能过得来。 啊,受一点苦。 是小罪业。 小野长。 也是表发给别人看。 利益是多方面的。 要认真学习。 要努力地学习。 啊,今天时间到了。